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 言词是行动的影子 言语也是心灵的图画 世上所有的交往无非两种 以柔克刚 以应对应 说话当如水 耐心沟通 态度真诚 润物无声 如木春风 做事应如山 坚定立场 不骄不躁 稳妥有力 敢做敢当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话要软着说 事要硬着做 说话如水 要软 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嘴里说出来 味道完全不同 有的人讲话 让人如沐春风 有的人讲话 就总是让人个应 很多人觉得 自己只是说话直 其实那就是情商低 唐代名臣魏征 以直言尽鉴著称 有一次 唐代宗想要把男子服役的年龄 从二十岁 盖为十八岁 魏征极力劝阻 在大殿之上批评皇帝 透支民力 劫责而鱼 唐代宗说不过他 最终接受了意见 但是心里却不好受 有次劝谏之后 唐代宗回到宫殿 盛怒之下甚至说 总有一天 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 等魏征死了 唐代宗 记恨爆发 最终派人 把魏征的墓碑砸了 曾国藩说过 劝人不可止其过 须先美其长 人喜则欲言易入 怒则欲言难入 和别人讲话 尤其是批评别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直来直去 先夸赞 再提出建议 话说得委婉一些 这样 别人才能顺利接纳 听朋友说过一件事 之前有个老师 找他们公司录课 他们负责对接课程目录 讨论会上 有人直接说 老师的讲课题目 太古板 太老套 肯定不受欢迎 惹得老师大为光火 后来他们老板来了说 目录很系统 很完善 看得出来 老师下了一番功夫 要是略微改改 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 那样肯定能大卖 讲课的老师欣然接受 耐心改了一个月 后来课程上线 销售成绩非常好 大家都获得了不错的回报 美国心理学家 丹尼尔·戈尔曼 在情商中说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 曾国藩早年在京做官时 心直口快 骄傲不信 失去了不少朋友 甚至得罪了皇帝 为自己的围观之路 埋下了不少隐患 在一次次被针对中 曾国藩下定决心好好说话 经过反思与觉悟 在与人交流时照顾他人情绪 和气谦虚周到 逐渐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君子不失足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曾有记者问汪涵 你和何九到底谁才是湖南台的一哥 汪涵给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 当然何老师是一哥 我是他大哥 这个回答既给足了何九面子 同时又表明两人是很要好的兄弟关系 不存在什么一哥之争 情商高的人说话如水 不会呛声呛气 不用咄咄逼人 却有着水滴石川的力量 化解一切尴尬 拥有一张会说话的嘴 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做事如山要硬 古人说天道技巧 做事是手底下的真功夫 讲究的是坚持付出 坚韧努力 一点也没有捷径可以走 唯有踏实肯做 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曾国藩外号增铁头 还有很多人传他是蟒蛇转世 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 劫硬寨打呆仗 每到一处下寨都要挖壕沟 壕沟一般深一尺 是用来防止对方步兵的 挖壕沟的土也要搬到较远的地方 避免敌人用挖出来的土回添壕沟 花梨不仅要高 而且有两三层之多 是用来防止对方骑兵攻击的 很多人都觉得麻烦 不愿意下这个笨功夫 而恰恰是这个笨功夫 让曾国藩评判成功 除了行动上的毅力 还要有决策上的定力 古人说成大事者不谋于众 那些真正做大事的人 其实都能坚持心中的定见 不轻易动摇 不贪财 不失信 不自恃 由此三者 自然鬼扶神亲 到处人皆敬重 曾国藩一直这么要求自己 曾国藩作为乡军的主帅 每年军费超过几十万两 只要随便做点小动作 便能家财万贯 可是他去世时 竟家无余才 底下的官员给他送礼 他不愿坏了规矩 又不想拒人千里 便在每个人送的礼物中 挑一个最不起眼的手下 在一次宴会上 部下们在评论朝廷的几名将帅 有人说 左率颜 人不敢欺 李率明 人不能欺 曾国藩感兴趣地问 可否也给我个评价 一名属下小声答道 曾工人 人不忍欺 真正有本事的人 不是八面玲珑的人 而是秉持原则的人 曾国藩做人做事 向来已成待人 言出必行 很难令人不服 一个没有原则和没有意志的人 就像一艘没有舵和螺盘的船一般 他会随着风的变化 而随时改变自己的方向 只有千磨万机还坚禁 任耳东西南北风 能力有底气 做事能硬气 才不会成为随波逐流的庸人 刚柔并济所向披靡 做人要柔 四两拨千斤 蔡根坛中说 绝人之诈 不形于言 受人之武 不动于色 以柔克刚 谋定而厚动 柔并不意味着懦弱 隐忍 而是拥有一颗玲珑心 以柔处世 化干戈为玉帛 宋庆龄十五岁那年 在美国女子大学留学 有一次 班上在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 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 那些所谓的文明古国 特别是亚洲的中国 已经被历史淘汰了 宋庆龄听到后连连摇头 但没有打断她 而是耐心等她说完 然后站了起来 用坚定而柔和的语调 反驳了美国同学所说的话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 没有被淘汰 也不可能被淘汰 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 但它不会永远睡下去 总有一天 它的吼声将震惊世界 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 勤劳的人民 悠久的历史 富饶的物产 有无数革命志士 为了它的振兴 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说完之后 教室里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虽是柔声细语 却能极致温和有力 一个有实力的人 从来不需要靠音量 靠争执取胜 生命的初始是柔软 可人们偏偏忘记柔软 以为用坚硬的铠甲 为自己遮风避雨 保驾护航 殊不知 温柔才是最坚硬的力量 就像柔术 一招一世 看似无骨 却又招招逼人 真正厉害的人 愈是强势 愈显得柔软 他们懂得以柔克刚 用四两之力 拨千斤之士 老子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 水虽天下至柔 却能滴水穿石 攻天下至坚 可谓无敌 人有刚义之性 亦有温柔之美 炼炉之刚 与绕指柔情 是人性的完美结合 刚自柔出 柔意可刚 刚柔并济 方能所向披靡 行事不可认心 说话不可认口 与人善言 暖于不勃 商人之言 身于毛己 刀子嘴豆腐心 不见的是一个包一子 甚至是一个愚蠢之举 很多时候 预言是一把利器 能够杀人于无形 墙头草两边倒的人 不会有真心朋友 常在河边走 未必会失邪 环境对一个人来说 只是外因 如果内心的底线被突破 人是最难回头的 智商决定着一个人 可以达到的高度 行商则决定着 这个人最终能走多远 这世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 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你的每一份运气 每一次人缘 都是自己无形中攒下的 曾国藩说 含刚强于柔弱之中 思为人之佳境 为人处事 太刚则为固执 太柔则为懦弱 唯有刚柔并济 才是人生大智慧 人太刚烈 往往遇事不计后果 针锋相对 反而易受挫折 人太柔弱 遇事又会唯唯诺诺 优柔寡断 反而受人欺辱 做人应当屈身有度 刚柔相继 该温柔以对时 绝不鲁莽行事 该果断适人时 绝不含糊其词 柔中有刚 方显英雄本色 刚中有柔 亦有峡谷柔情 智者要水 水者柔也 所以智者皆优柔寡淡 人者要山 山者坚也 所以人者多归隐田园 若将人智合二为一 即为刚柔并济 如此才能从容面对生活 真正的智者 懂得智柔非柔 乃是柔中带刚 智刚非刚 乃是刚中带柔 血肉柔代表生命力强 骨架刚代表姿态高 柔用在为人处事上 刚用在做事业上 如此人不仅有了生命力 还有了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说话如水 认真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同时 亦会体谅他人 言辞温和 懂得分寸 做事如山 有能力 有原则 有底线 拒绝一味当老好人 不卑不亢 不忘初心 这样的人将刚柔并济 所向披靡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